所以後來後鞋活過世久生以後 我都跟後鞋講你怎麼還沒死啊 我這裡老肯拿講這種話 你要覺得老天使得幫後鞋眼衝 替後鞋高線 怎麼問後鞋還沒死啊 那大家實在證明上天 現在都講的話嗎 用實在證明嗎 四三歲重回兩台車子 四十歲的時候 後鞋感病病得很重 爸爸甘癌過世 弟也是甘癌過世 弟弟出面那天媽媽哭了 都問好了 還用滾著打招呼 然後弟弟就出面了 四歲那一年 或是一樣 你們的幹部上生油 老是直接跳來 走到我現在的身旁 要不要回去啊 或是笑著一跳 生油老是下油笑的 怎麼可以現在回去啊 你老是給不要開玩笑啊 老是要考慮當中 總結問題 見得很簡單 是一句話 要不要回去啊 結理點了 事件跟老是回答 父母還在 怎麼可以回去 送走父母以後才回去 結果父母都歸通了以後 沒有多久他跟他癌症 後來歸通就回去 如果他講耶 嘿 父母送他們回去了以後 去 如果他在這間半島 可以他們找回去 送他還可以活那麼久呢 所以你見得點的時候 後來他改名字 改眼壽 李眼壽你知道嗎 眼哪個眼壽 手勢 你剛才光會是一天賣很多 還是用眼壽嘛 眼壽一個人家的眼長壽 那個意思嗎 是 後來他又改回來了 所以他有這樣的一年 因為我寫了解這一段 所以那個 浩然辦了班長 他的女兒 就知道老師 如果我寫這一段話 就跟我寫講 如果老師下次問你要不要回去 你要去解 我寫說怎麼去解 他說我幫幫忙臉 變得很重 腦袋跑一趟就問他 要不要回去啊 他說請給老師做主 陽臺 兒子 記得老師拿肆子 頭老老 老師講家裡成績跟護益 沒有自己裡面 跟他 той龔えっ 一直都把握 adviser 焅根可以拿 所以不得老师季节了,请老师咒诅一千万回去 现在天上缺很多人,满天心头都下四五方内先下天空 需要参考两个群归位 所以没有写写面的爸爸里面的暂事者为了去练口才 早上三十点的时候我老婆去哦,兄弟们去床了 我给你讲金当金,为了练口才,为了讲今天 第二,讲修订们去床了,继续走进的进步 后来口才练得不错,也可以讲轻点 在法会中也讲得很好,因为超跑家人 担任太多后来贵宏了,然后宏大会 泡兰班的班长,充满泡兰真气 所以我先跟他讲过,贵宫一天七百万零八八 那种崇拜泡兰真气这几个 是,我来讲的是,他能来说更多 他们在方向的遗迹 是,我们的交通